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若是王震知道对方一直在拿自己做试炼的话 不知内心会有何想法 三人都是脸色凝重的盯着葫芦小金刚 感受到对方身上波动开来的气息 内心不安起来 原来想和你们多玩一会儿 既然你们不珍惜 那游戏就到此结束吧 李云霄亲贺一声 葫芦小金刚骤然踏步上前 五尊的气息直接压了过去 虽然没有领域之力 却如排山倒海 紧接着金刚拳打出 一方空间直接笼罩在权威下 随时要破碎开来 王震三人大惊 这一拳之力竟然让他们难以生出抗拒之力来 三个人都是低阶五尊 而葫芦小金刚则是半腰半气 足以抗衡五尊巅峰的存在 彻一拳击出 四周的空间随之扭曲 整个酒楼彻底被卷入全盲之内 轰然化作粉末碎屑随风四散 不好 快跑 王震终于慌了 原本稳压对方的形势一下子颠倒逆转过来 瞬间就成了逃命之徒 三人惊骇的连连大鹤将原力运转到巅峰 合力破开一条空间裂缝 风一般的飞逝而去 三道光芒冲出葫芦小金刚的掌风范围往外逃顿 梅东尔虽然知道葫芦小金刚能够胜过三人 但是一拳下去 形势力改 将三人打得落荒而逃 还是看得呆滞了一下 哼 既然玩上了 那就别想走了 李云霄心念一动 施展出最后一点魂力来 进行移形换位 直接将葫芦小金刚传送到三人逃荒落地之前 巨大的身影将三人拦截下来 又是一拳轰落 不要啊 王震大害惊吼道 我乃是玄妙宗的少主 你杀了我的话 后患无穷 此刻 酒楼已经尽数回去 外面聚集了大量的舞者 听着里面的打斗声 不少人都知道 妙玄宗少主在内 全都是暗暗猜测 不知道哪家的姑娘又倒霉了 却不想 见到了酒楼坍塌的一幕 开始还以为逃出的三人 是那些倒霉蛋 没想到惊呼之下 竟然是妙玄宗少主王震 而顺移出来的那个大汉 长得跟妖兽似的 完全没有人形 少主 快施展顿灵符 其中一名武尊强者 惊骇之下 将原力灌入双拳之内 身上强大的气势攀升起来 以一人之力 将葫芦小金刚的权威挡了下来 替王震争取了一线时间 另外那名武尊 也猛然之间觉悟了 这种情况之下 想要大家都活命 是不可能的了 唯有丢阻宝帅 他也瞬间 帮我发出最强之力 猛喝道 少主 快走 两个人在危机之下 忠心护主 让四周之人 都是刮目相看 但也是心中震骇连连 到底是何人 竟然敢杀妙玄宗的少主 而这人不人 妖不妖的东西 又到底是什么呢 王震在惊骇之后 也终于冷静下来 只是他这种平日里 高高在上的存在 何曾面对过生死危险 这才在死亡的恐惧之下 一时慌了手脚 冷静之后 立即从戒子当中 取出了一块骨玉来 飞快地打入了几个法觉 李云霄远远望见 瞳孔皱缩 沉生到 古灵符 而且是顿符 他的身影 瞬间化作一道光芒冲了上去 口中传音给梅东二说道 你先回雷锋商会据点 有莫小川在那 足以保你的安全 我杀了此人就来 就在李云霄冲出的瞬间 葫芦小金刚的一拳 终于破掉那两名 武尊联手之下布置的防御 直接将两人轰成了渣渣 血肉飞了满天 而王震也在这一刻 激发了手中的古灵顿符 竟然化出一道雷电之光 瞬间飞驰百里之外 消失在众人眼前 这顿符的功效 竟然是顿术当中最强的雷顿 瞬息百里 李云霄冷哼一声 脚下踩一股金光拳 爆炸后的余波 追着那道光芒而去 葫芦小金刚也冲天而起 跟在李云霄的身后 到底是怎么回事 竟然有人追杀 妙玄宗大公子王震 我没看错吧 我可 当真是长见识了 刚才那个妖人 到底是什么修为 一拳之下 竟然击杀了两名武尊 太过恐怖了 有啥好奇怪的 武尊也只是在你我面前 高不可攀而已 在那些真正的强者面前 还不是蝼蚁一般 我看那少年的身份 也绝不会简单 当然了 敢当街追杀妙玄宗的公子 还有如此强大的手下 也一定是和妙玄宗一般 同属北域十大门派之中的 强大势力 嘿 这可是大新闻了 难怪北域十大宗门 要发生乱战了 若真是如此的话 定然要震惊整个大陆了 梅东尔听着周围之人的各种议论 心乱如麻 暗想 都怪自己 难道自己真的是一个惹是惊 是一个不吉利的人 他难过之下 急忙朝着雷锋商会所在之地飞去 现在唯有请墨小川出来主持 若真的让李云霄杀了王震 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了 李云霄带着葫芦小金刚飞出数百里远 已经是离开宇泽城一段距离了 进入无人的荒漠之中 他四望下去 眼中露出了一丝冷芒 不甘心的说道 你妹的 竟然让他逃掉了 哦 即便用上顿符 想要从你的手里逃掉 也绝非意识啊 妖龙的声音传来 似乎有些不相信 李云霄哼道 纳斯身上肯定还有其他的隐匿之术 毕竟妙玄宗的实力也非同小可 他身为少主 身上的宝贝定然不会少 这也倒是啊 妙玄宗 你自己也小心一些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门派了 不是你现在的实力 可以随便玩的 妖龙也替他担心起来 这下 王震逃掉也留下了隐患 在北域 你多留个心眼吧 毕竟强者太多 你仇人也不少 妖龙说罢 李云霄突然没心轻醋 目光凝聚了起来 他突然手中双指一点 一道剑芒 从指芒射出 凌空点向 数百米远的虚空 剑芒走过之处 空间一阵晃动起来 王震的人影 从其中浮现 脸上露出震惊之色 慌忙的就要逃走 哼 既然让你险行了 就给我永远的留下吧 这雨风城外 一片荒芜 却也是一个长眠的好地方 葫芬小金刚从眉心中飞射出去 全力直接镇住前面的空间 如同庞然大雾一样 在空中飞过 遮云蔽日 让王震一颗心 直往下沉 你不能杀我 我真的是妙玄宗的少主 你杀了我的话 真的会不得好死的 王震万分恐惧 他以为李云霄不相信他的身份 否则的话断然 没人敢杀他 他取出一块玉牌来 置于生前说道 这玉牌之中 有我父亲大人的一缕神念 若是你苦苦相逼的话 我掰碎玉牌 你们必死无疑 他口中威胁 但似乎忌惮极大 这的确是妙玄宗宗主 王贡给他的一块护身玉牌 就连王达都没有 也是因为这个儿子 他最喜爱 必要之时可以救他一命 但是神识附身 也是有极大隐患的 首先分出神识之人 若是这屡神识好取 则必然心神受到牵连 修为受损 王贡乃是北域十大宗派之一的宗主 正在全力冲刺五帝巅峰的修炼之中 曾经嘱咐过王阵若非生死关头 切莫使用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王贡的这屡神念太过强大 若是附身身上的话 定然会给肉身留下无穷的隐患 影响到日后的更进一步修炼 所以不是万不得已 他根本不想 也不舍得使用 哦 那你掰啊 我等着呢 再不掰的话 可就没机会了 李云霄吃笑一声 葫芦小金刚随着他的吃笑 也大吼了起来 王震被吼声吓了一跳 手中一紧 砰的一下 玉牌破碎 随后一道紫色光芒 渐渐的从玉牌当中升起 在空中凝雾化形起来 紧接着 一名珠色长袍的老者模样 在那紫光变幻之下出来 身上光芒闪烁不定的出现在空中 双目如垫的凝视着 葫芦小金刚和李云霄 父亲大人 救我 王震看见老者心中一震 随后急忙求救起来 咦 是王空啊 竟然可以神念化形而出 这缕神念够强大呀 李云霄吃了一惊 随即贺令葫芦小金刚停了下来 他也一跃而起 侧在葫芦小金刚身后静观其变 反正王震已经是砧板上的鱼肉逃不掉了 哦 你也认得本宗 既然如此 何来胆子竟敢伤我的儿子 那缕神念双目中爆射出路芒来 立声喝道 还不快速速跪下给我认错 停后发落 李云霄道 以前怎么没看出你脑子有问题啊 王贡的神念浓眉一皱怒道 你是何人 何时见过本宗 他思索一下 记忆当中完全没有此人 以他的神念之强 凡是见过之人 绝不会忘 不记得就算了 赶紧让开吧 我还要杀你儿子呢 若是不识趣 灭了你这道神念 怕是你的实力要大损下来 李云霄淡然的说道 什么 王贡 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就连王震也是一点的恶然 小子 你说什么 王贡怒道 画形的神念都暴露之下 飘动起来 身为一派之主 北域十大宗门之一的领袖 多少年没有人 敢如此和他说话了 李云霄冷冷的说道 我说 叫你让开 你耳朵什么时候 也变得这么不好了 别以为有一缕神念在这 我就怕你了 今天我要杀之人 除非你本尊降临 否则 谁也救不了